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红旗对广西跨世纪的王天一 这番旗双方拼得也比较凶 李绍庚来自河南的选手 后来加盟了成都区院队 他采用的是飞向 因为王天一确实最近的状态非常的神勇 李绍庚应该说想在布局上走得稳一些 看看能不能稳住阵脚 红旺接下来走兵三级 先拱三兵的也可以 他主要是防止黑方的拱旗族 对 他先把握住自己的一个旗路 对 黑方跳马 红旺也跳马 等于这样就形成了 红旺是先手平鸿马的这么一个变化 这番旗呢 王天一又是走了比较新颖的这个走法 一般走到这儿呢就是黑方走马而进一最多 或者是走炮平四这都可以 就是形成那种传统的五六炮 或者先走马而进一可能是更多一点 那在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是选用了G876 先进去 红方 跳马 对 不成平鸿马 因为这个旗呢 就是说我们先后手倒置过来一看呢 就等于是跟通常的中炮方对平鸿马方呢 等于红方多飞了一个像三线五 对 那照顾您看这个多飞了一个像 可能是更实惠一些吧 这样子红方是不是也是 肯定是小战先手 这个呢也是一直在困扰着很多 爱好者的这么一个问号吧 对 说这个旗到底黑方这么走行不行 我觉得呢 黑方呢还是有这种战术机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呢 红方这个像三线五啊 他没有像七线五好 如果这个像是飞的七象的话 这个旗红方就比较完美了 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G可能出的更快一些 对 以后不是走这个 这个旗呢 就是说的红方就 这个阵型呢就比较协调了 但是之所以这个旗 黑方可以接受 可以愿意这么走呢 他最主要的这个情况呢 是 是呢 就是等于红方这个像三线五呢 他 跟整体的这个旗星来讲呢 他还是有点别扭 就是他像三线五这招 中向的效率呢 不能够完全发挥 他还是有用的 但是说他没有到完全的那个 发挥到极致 所以说这双方也都是可以一个下的一个一个补局 对 面对这个局面呢 红方准备马他进四 黑方呢就要先G8平旗 把他扣住了 我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左向的这个是整体的这个阵型 那次举上呢 具体的步伐上呢 就是说如果向七进五的话 黑方就是不能走 跑八平五 对 G8平旗 一压 红方保住 然后黑方在那马上进入 这是一个老谱 对不起 王天一呢 在这个向打当中呢 现在赛过18轮了 对 应该说他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对 他取得了12胜 12胜6平 对 那也就是说高居这个榜首 对 排在第二位的郑维彤 对 也是11胜7平 他俩是很接近的 郑维彤呢 作为这个星科状元 又是星科的世界冠军 对 跟王天一的两个人呢 追得比较紧 一个是赚了12盘棋 对 一个赚了11盘棋 胜率都非常的高 对 当然呢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大通人很多棋手 可能跟他们下上了 有些过于这个保守了 然后呢 也造成了他们 这个胜率阵光 当然他们确实状态也比较好 调比比较好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红方呢 在并息 对 红方是冲兵 他准备跑八级 打这个死局 那么黑方这个局 必须要再回来 嗯 但红方这个骑柱 再去他平安的话呢 那么黑方就可以走 泡尔平四了 泡尔平四 对 黑方 居于平二就比较好 因为你等于 你将来居于平安 他居于平二 你八楼胖不能动 他老有泡射镜的骑 对 所以红方也就走 一个泡尔平一 对 直接平看 他泡尔平一呢 也是可以 这儿他保证 他将来马三进四 有这个机会 对啊 然后接下来黑方走 泡尔平三 对 王丁英呢 看来是这个 布局的武器呢 比较多 对 他针对红方呢 这个飞向旗呢 他选择了一个 比较老式的这个变轴 让红方呢 等于准备的呢 不容易很充分 对 我看好像 像假上 大家走 对于飞向 中炮 一般都是五六 黑方是五六炮 五七炮 中炮对的 对 那过河车的话 是比较少吧 对 就是这样过去 就是等于 走这个变化呢 对 实际上呢 就是属于老普翻新 他马七七八 封住 这个也是正确的 不能让他拘一拼出来 对 还有足三级的这些线手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的足五级 重变化 他等于是 一般的情况下呢 应该是双马盘头 对啊 在架 但是针对这个 骑行的这个特点呢 等于王天一呢 选择了一个 这个从中路呢 突破 主要的目的在于 打通这个兵线 他想过兵这样 过居着霜 对 存在这么一个手段 所以红方实战是 避免他过居着霜 就直接掌炮 打了还有居 对 就是 这样一看这起打居 但是他实战 被黑方这个 直接打兵一僵 是不是效果 也不是特别好呢 要不刚才我还说呢 就是说很多 这个现金大师 实际他们水平也不错 对 但是呢 可能跟这个 王天一啊 郑微彤啊 这个当前的两个大 状态最神勇的 骑手下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多 对 就像我们上一场主场 这个张神宏 对阵这个 郑微彤 对 那个骑呢 就是走到后来呢 他的优势还是很大 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机会呢 都可以 基本上置对方于死地 对 但是呢 就生生的看不出来 其实主要也是团体赛 又是联赛最高级别的一个 男子这个比赛 所以紧张也在所难免 对 这个棋呢 就是李朝庚呢 作为一个这个 实力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大师来讲呢 对 这个居然走出来 泡泡沁尼 也使人呢 大抵眼镜 这个我 我觉得 就是作为他这个水平 不应该走出这个招了 对这个棋的这个认识 好像有一点盲从似的 或者碰着王健一 就是自己 把自己吓住了 但是他可能就是 因为不浸泡打的话 这个不是很痛苦吗 就是比如说红方 通俗的 我们不一道是 也是可以 或者十四景五吧 对 十四景五 看着这个是 还是感觉 十四景五更正一点 对 十四景五呢 他也过冰 对 这个棋呢 你泡沁尼打 怎么办 泡沁尼打 他巨八戟一 巨八戟一 桌是先手 对 那么红方呢 就把他拱掉 强行 强行这样拱掉 你抓一下桌 他在忙要进去吗 这个棋 这么等 对 你黑方还要炮躲一下 你要炮躲 我也炮躲了 对 那他换掉了 这个马没有危险吗 九进七 他马一架 马一架 这个时候呢 红方呢 有两种走法 因为黑方这个巨 正好被红方借用 对 红方还有一种呢 就是 这个气质 强行气质 对 就是说如果你拱我 我跳出来以后 三路巨杀出去 对 巨速度快 如果你吃了我的马 马尔天吃的呢 我冰三级 冲 就是等于红方啊 这个 这个多冰 对 冰三级冲冰 冲 对 然后把他吃掉 吃 我再拱 你在跳 我再吃 我再拱你 这冰 这冰速度很快 我这个马 再跳 对 这儿打着巨 他抵向还是 杀着巨 什么我这个四路兵 这边是巨马炮三级 也是那个很危险 很大气 这时呢 红方一种 也是比较 这种比较 勇猛的 可以选择的一个变化 或者冰三级不走 他直接把这次 也可以 下过马气队 我还能连上 对 打巨场回来了 也不是特别要紧 红方也挺不错的 还可以兵武器 什么的 对 那红方这形式 也是不错的 那看来呢 这个平局桌 桌霜这个变化 就是说黑风也能下 黑风 就说 不是特别畏惧 主要是 对 就是李朝风 这抛八禁一呢 就是说的明显 这是一个失误 他主要是急于 想把这个 八路巨队赶走 那人也赶得走吗 人不正好 以中路漏风呢 对 这正好有个打兵将 这个没有将军的话 是 他去换掉 是个先手 对 他正好去换掉 对 只能换掉 男人 终局吃 人家是个先手 对 这边也挺别扭的 只能出去先看上了 对 那人家是顺掉 补一项 对 三叉镜 我补一手 这大家一看呢 就等于红方啊 走了半天 什么也没走到 对 而且他左翼 这个三个子啊 这不协调 对 这个炮一直退不了 退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 具有平二 这个拉住 对 就是他先炮一退一退了一下 对 他看到黑方有中兵 人家不是 黑方也是 黑方也是 其实稳不进去 他一打他 打狙 然后狙五平三 然后他又没有去招狙打 他先兵就行 这招棋倒走得还可以 对 他反正先制住这个黑方的边马 然后黑方就 这招棋很有功力 对 这招棋黑方走了一个炮三平四 炮三平四呢 就是说的什么作用呢 嗯 他就是让你马八进九的时候 将来不再是先手 这时候登兵 你登的时候 他可以 现在登兵呢 但是洪光这个棋 就是说也可以考虑登兵 要比他的实战走法呢 变化更多一点 登兵更好一些 他具有平二不怕 具有平二他跑八 跑八金四 金五都可以 金四感觉更压力大一点 嗯 那黑方这个时候有好奇 他都说 他都马一退三 这时候先手退马回来 那洪光 过兵呢 过兵 他马三进四将来 这个就是快啊 哦 这个 他泡平九 哦 泡平九这么看着 对 那他具一平二 他再出来 这个棋啊 互联当中啊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红光还要再泡八金四 黑方再泡自己 就这个棋啊 就是越走啊 双方这个 就是子力接触的越紧 但是将来呢 这个棋就是什么呢 黑方将来有聚酸平一啊 足五金一啊 马三进二这些手段 对 我们看到就是红方啊 子力也太偏于左翼了 对 子都集中在这 左翼呢 他又没有前进的 这个很好的道路 对 所以说呢 应该说这个棋 黑方呢 机会比较好 但是红方这种呢 也不非一种策略 对 这种 箭总偏锋嘛 就是跟对方博弈去了 可能他一直是炮打着中族 他又不愿意离开 对 从心理上来讲呢 他不愿意 打不掉这个中族 他觉得先把这个心腹 大患先给消掉 但是消掉呢 之后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黑方这个子力啊 一下就盘活了 对 红方 炮五平二 一躲 黑方马七进 一跳 这个时候 红方 红方这边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 这个 对 你神兽马八进 人家神兽是居于平二 对 这个他也很痛苦 对 所以他也走个趴着推四 就先 他还是急于先赶紧回来防守吧 因为这个炮呢 他在前面啊 他也没有更好的作用 而且将来人家捉他都是先手 对 他想呢 加强防御 把炮退回来 对 或许以后有平边炮的气 然后打局啊 这个打局啊 那黑方走马五平次 对 黑方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太快了 黑方这个马跳进来以后啊 你想 现在就有炮四近期打试 这打试不能吃 这将军抽着局 对 他还有跳马灯霜的气 对 你试要是补的话呢 你得这个炮又过不去了 对 然后他还有马四七三这个手段 对 他这也唯一的聚八戒二解招了 嗯 嗯 对 那么接下来呢 黑方啊 就有足存疾 就发起这个西轮的冲锋 对 所以说表面上来看 红方似乎把黑方这个中族呢 吃掉了 对 但是毕竟红方这个炮啊 走得太腥厚 你看他 对 炮二平一 炮一腿一 炮一平五 炮五金四 炮五平二 又炮二平二 我说要协同作战 协同就不是一个子 对 你等于一个人在战斗 对 其他的子力呢 走得不是太少了 对 所以说黑方呢 走上足三级以后呢 应该说迎来了非常好的这个反击的时刻 嗯 那么我们看看红方呢 如何去应付呢 那稍后呢 我们再把精彩的对局呢 再带给你 嗯 面对这个黑方的这个冲锋呢 红方呢 确实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他只能呢 去以功代手 因为守不住了 对 因为你要十字进 我他居一平三 也都是绝对先手 对 他赶紧把这 子的一舒展 对 解脱一下 黑方速三级 这三路都冲过来了 对 红方就浸泡 对 确实呢 这个王天英下棋 要下得比较有灵动性 嗯 这个棋感也比较好 然后呢 总是在策略上呢 又显得啊 不落俗套 对 给对方呢 经常出春意料的这个招法 对 他整体计划也都实施的挺好的 对 嗯 他这时候也就是出狙 狙瓶散 对 他准备将来聚三进三 这个狙再刹出来 对 啊 根据需要吧 对 然后红方也就补了一手势 嗯 红方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好动的 嗯 就是这样 您看这棋 是不是红方就是子儿比较散 对 没有黑方这个子都很集中化这样 对 这边 这边鞠砲 鞠砲都在边上 然后那边三路鞠好像也没有发挥作用 对 嗯 这个棋呢 就是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黑方的子力位置比较好 对 他而且这个三路族呢 杜河呢 对红方的压力也很大 嗯 应该说黑方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红方走炮八进一 嗯 嗯 红方呢也给黑方来一点威胁 对 这个地方 李小红走的还是不错 嗯 就说如果你马一进三 我就炮八进一再将你 对 让你这个底线呢 也有威胁 但是王天一呢 走的也很灵活 炮四平六 对 他把这个炮绕过来 嗯 将来 就是你狙八近似捉猫的时候呢 他有回炮打你 对 然后再狙八退一 好 把他退二 狙八退二 对 其实黑方这一个吊炮 是把自己的唯一的弱点给化解了 是不是 嗯 这个编码保护好了 对 他等于从四路的炮 弄到六路上来了 嗯 然后他没有后务之忧了 现在就可以这个 全线这个进攻了 他足三进一冲 冲兵 对 狙八停六 红方也没办法 嗯 王天一这个时候呢 他走的有一点着急 他可能觉得这个优势啊 还是比较大的 对 他就拍马 这个扑槽了 结果这个琴呢 等于从技术上来讲呢 嗯 这个等于是 有一点操作过琴 他应该走马一进散 应该跳上来 对 这两个马连住 嗯 这还威胁着这个炮 对 你八路炮肯定要退退什么 这退马 这个换子行吗 换子也不行 换了正好有一个 对啊 这样有个灯霜 灯了 吃了马二退三 继续一个灯霜 对 所以不行 换也不行 那你要是八路炮动动 炮花推二 好 那这时候可能会继续 马四进二 先跳进去 对对 或者比如说 黑方还有一个办法 就算平四 把那个G对了 对了以后 你这个G出不去 将来我马三进 我马五进四 马四进二 哦 各种旗出来了 对 这个旗就等于是 洪方呢 只能去被动的防御 而没有这个 静谱的点 对 洪方三路鞠太弱 他觉得名色好奇 把G 这个对了 好 那他实战走路马四进二 就是着急了 对 被人家这个退马 这个换字 对 因为作为洪方来讲呢 他最大的威胁呢 就是黑方这个二路马 对 李绍峰呢 应该说 他的旗艺风格呢 也是比较稳健 细意 对 他是来自这个河南 河南安阳 安阳的这个 对 在06年格仁赛的时候 获得了男子大师场 我记得有一年 好像是2010年 去这个伊泰杯 向金明手赛 他下的还挺不错的 对 他差点得了冠军 对啊 他是一个 这个冠军热门选手了 一下成为 那个最后一流的时候呢 他先手棋对蒋川 对 这个蒋川呢 这个绝对反正就是说 后手机想战胜李绍峰 也挺有难度的 因为当时蒋川 我们两个住一房间嘛 后来这个蒋川说 他说李绍峰平时走徐红炮 比较拿手 对 他说他如果再走徐红炮 继续跟我战斗的话 他说无论胜负 我都会很佩服他 这个蒋川赛前跟我说 这样 后来呢 这个李绍峰呢 果然那时代当中 还是走出了七路马 他熟悉的这个套路 但是在中间变化的时候呢 被这个蒋川呢 这个承血入了 最终呢 蒋川呢 战胜了这个李绍峰 反夺这个冠军 因为当时的情况呢 是李绍峰率先 对 李绍峰只要逼合蒋川 就可以夺得当年这个 一太杯这个全空相机 名手赛的冠军 对 我记得当时也等于 奖金也很高的 好像是男子 个人冠军20万 结果呢 这个蒋川呢 这个意外地收获了冠军 之后这个蒋川 这个就是形式呢 就是拿的冠军 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好像比较有自信了 对 而李绍峰真是一个 非常刻骨的一个棋手 对 他这个中泡 巡航泡摆的 都是非常的深 对 而且非常 他就是下棋很认真 对 然后他棋也比较细 就是一般呢 这个不容易出什么大的披露 但是今天这个棋呢 就是泡泡棋 其实走得有一点 这个 有点想 着急了可能 就是对这个棋 好像认识的不足吧 可能整体在结构上 能走得不太 当然这一段走得还可以 黑泡足三级 但王天一呢 这个棋应该说 走得稍微有点草率 作为他来讲 他可能觉得 形势不错了 我就可以大举进攻了 实际上这个棋呢 还需要再耐心推进 对 洪汪打叫 泡巴退伍 王天一呢 有的时候可能 拿我来 就是 有的时候他可能看到 形势好的时候 也会呢 这个放松 这个人之常情嘛 对 然后他去三七六 捉了一下 然后洪汪 马六进五 可能就洪汪把这个 飞机很大的马给换掉以后 现在形势应该是可以 缓了一口气了 对 这个棋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洪方呢 这个形势整体上来看呢 有所追回 尽管还略为差一点 但是所差的呢 并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说这个棋呢 洪方呢 如果要是能够正确的 把握住局面 把这个战术呢 走得再惊喜一些呢 黑方取势的难度呢 还有加大 因为等于黑方 你看他的物质力量 并不是很强了 是 就等于是你足过来了 兵 洪方并不少 他主要就这个三路兵 现在还有一个威胁 对 但实际上当中呢 洪方呢 就是形势呢 就是再度呢 出现了判断事物 他走局三尼二 他想这个局拐出来 去对攻去 但实际上呢 这个棋就落空了 洪方应该 这个棋应该 他应该用 以攻带手 东兵 那黑方必然也要打出来 对啊 打出来呢 然后洪方再去过三兵 或者走炮子平三 这都可以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洪方呢 将来给黑方呢 也有些威胁 嗯 这样黑方也暂时 没有什么齐啊 对 如果你对局 局三平击对局 对局 你想将来这个底炮啊 对 有威胁 我可以炮长起来 先长炮 对 你对了 我就落了你 你将呢 我四路炮 我可以再回来 好 可以对 如果你平局站内 来攻我的话呢 我可以什么 炮子平五 这样子 我炮子平五呢 对 并不是消极的 去防御 而且反架一个中炮 因为我 军马炮兵都过了河了 嗯 我也有进攻的能力 对 黑方呢 也不敢呢 走得太过分了 黑方这一路马 也没投入战斗 对 他暂时还没有投入战局 嗯 所以说洪方的这个棋 如果能够放开了 与对方放手一搏 嗯 那么这个棋呢 还会很精彩 对 但时代当中呢 这个李朝庚啊 就是显得有点犹豫 他有可能 临场的时间紧 对 他走局三进二 他是想 来出局进攻 嗯 但是这个棋呢 他走了一个 聚三平八 对 他先被洪方这个右翼呢 靠动 对 洪方这个时候呢 他走了聚三平四 对 他平了个G 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效果不好 不过他整体的意思 就是 我当时想一下 这平均挺厉害的 还打着敌视什么的 有些什么可能 你要是吃我炮 我马五进四啊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关键是什么呢 黑方的速度也太快了 对 我们看他这个棋 应该走什么呢 他这个棋应该走G六平九 先平G 对 他后来也走G六平九了 但是呢 这个棋啊 嗯 就是大家肯定都看到 这儿的招 就是什么时候动 什么时候先走 什么时候后走 嗯 他应该先平这个G 看黑方怎么表态 平局先拉住 不让黑方那个走路炮动 对 嗯 对 然后我这个G呢 待机而动 对 但他先G三平四了 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啊 嗯 黑方就是等于 黑方也就 就炮打出来了 嗯 放手进攻了 对 啊 张老师当时我看这个棋应手 我就想 这个红方这个 他就走G三坚二 G三平四啊 他这意思是不是就想炮打底视 你想打底视 现在打底视肯定不行 对 他先其他他G六平九 我们再往下 G六平九 哦对 他先平局 对 然后他马 他马一推二回来 对 他先防守 他退向呢 可能也行 但是他回敌马呢 可能更讲到阵型的这个中路啊 啊 阵型完整 对 这二红方呢 他也有这个打底视的手段 嗯 打底视的话 这个落掉 我以为马五斤四僵啊 对 什么马五斤六僵都挺厉害 对 马五斤六僵也 马五斤六僵 他将来具有点入 对 这个手段 对 嗯 那么黑方呢 这个时候 他最主要的黑方速度反而快 哦 他先僵 那落势呢 他可以炮 战中奖 对 战中奖 那黑方的动作快 那再支个是 黑方有个G2G2 进鞠 鞠退一 看上呢 这上手有 哦 平炮打鞠 这底下有个将军 这鞠要丢了 嗯 哦 所以他这个速度没有黑方快 对 哦 这挺没办法 对 这个棋呢 大家就看到什么呢 对 黑方啊 有这个连续的动作 对 就像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变化 嗯 黑方呢 双军呢 左右呢 两把剑斗 嗯 都卡在红方的这个 啊 很难受的地方 对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平炮打鞠 嗯 下部棋 炮一进三叫江 等于吃两个鞠 嗯 红方这个两个鞠呢 肯定要丢掉其一了 对 因此呢 这个棋红方呢 就是在整体的进攻速度上来看呢 嗯 动作要慢了 这个板拍 对 所以他可能这个 整体这个思路 G3进三二 G3平四 这可能不太成立 对 嗯 所以说 红方看到这个打底室 这个进攻呢 都来不及 所以说 这个心态呢 一下就乱了 对 炮盘的招呢 他就跟不上了 对 他实战当中呢 就走得很犹豫 他走炮四退一 对 他先防守 他就想防这个底炮 但是他的三种足就防不住了 对 这个棋等于红方失去了最后的顽强机会 他应该走G4平一 先平去防守 对 这个棋呢 如果你G8这样捉我 我炮再退 你足三进去冲 下兵 我再G9平六 等于红方全线的进行防守 他也站的位置比较好 嗯 就这个局面 黑方想取胜 还有很大的难度 对 因为你足现在并不进来 对 黑方应该说形势比较好 但是我将来还有继续对居啊 对 那黑方可能就要足三进去破相了 对 破相就把你落了 嗯 这样呢 你这个足换了一个相以后呢 多少对我的压力呢 就没有留这么大了 对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所谓小足过和能顶大鞠 他有的时候跟两个鞠的配合 相当于三把鞠 对 这样减轻一些压力 有后有什么对 最后一块对鞠的棋 所以说走到这个局面呢 红方没有走出鞠子平衣 也就失去了最后的顽强的机会 对 他走破相对一 这个棋呢 让黑方三陆族呢 很从容的 嗯 下来了 对 那么越来越靠近率佛 将来就是变成了 这个三把刀 对 三驹道士 对 他 相当于这个足又 又相当于一个鞠 是啊 他这个底炮还有威胁 对 他再炮自己来不及了 人家有底下僵了 还有沉底炮 对 所以他就又鞠子平衣 鞠子平衣 对 鞠子平衣 他又准备以后炮 对 他一个先鞠子平衣 就是厉少庚啊 对 我们看到他这个鞠六瓶九 鞠子平衣 其实他都看到了 对 但是都是慢了这一派 对 应该先走 他后走了 是啊 有的时候就追不上了 所以这也挺难把握这个思绪 黑方是先做 黑方炮酒推二就打鞠 他先打一下鞠 对 先把你这个鞠马的这个 堡垒给赶开吧 他就登兵 然后他炮酒平衣 对 然后他炮酒平衣 对 然后他炮酒平衣 对 对 我们大家看啊 就说红方呢 现在是不少一兵一族 对 但是黑方这个三路族呢 成为这个心腹大患 就是无法去掉了 对 并且对于黑方将来 比如说足三平四啊 这个再向你靠足这些手段啊 红方等于防不上亡了 挡不住了 对 黑方这个炮就来回调动 对于黑方 黑方则比较 对 则还是比较散 两个局都很偏 对 红方这个两个局啊 偏在两边啊 一个一路局 一个九路局 这个阵型啊 对 优劣呢 大家仔细一看 就能看出来了 对 那么最后也没有几条线了 我们给他这个介绍完啊 红方是 红方选了局一平四 继续处局 再处来 对 但这时候可能就慢一些 黑方足三平四 对 黑方平兵 红方 红方是局四进局 那么最后一周 我们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对 这个时候 大家呢 就是看 黑方并不去局一杀 还是继续的叙事 对 如果您要是能看出来的话 证明您对这个攻杀的 感觉非常的敏锐了 那么黑方 正确的 最严厉的答案是什么呢 好 G二架 最后一招锁定胜局 下部准备局八平三 看着这个门宫 红方呢 无法解救了 是 好 那么最终呢 这盘棋呢 是 黑方的取得胜利 那么也 仗着这盘棋的取胜呢 在第九轮当中呢 这个广西队呢 战胜了这个近旅的成都队 那好 有关这一次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